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中国已经毫无疑问的成为了一个航天大国 然而中国航天的辉煌来之不易 从无到有 从弱到强 今天的一切都来自于一代代航天人的新火相川 今天我们要为您介绍的一位老人 虽然已经是冒蝶之年 但作为中国第一代驯火人 他依然活跃在航天科技战线上 他就是我国著名火箭控制系统专家 中国科学院院士梁思礼 我叫梁思礼 24年8月24号 生于北京 这下我父亲梁思礼 他一生有国有民 我受他的影响 所以他遗传给我的基因就是爱国两次 我算第一波搞航天的人 我们在老一代物产机器革命家的领导底下 我们航天事业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我就一开始就参加了 到现在已经有58年之多 今天我90岁了 这五十多年 自己做了 自己认为应该做的事 我这个无怨无悔 跟我们中国航天事业 能融为一体 觉得是无上光荣 一直以来梁思礼 都是一个崇尚趣味主义的人 做什么事都要尽兴 无论是遇到什么都充满希望 这是父亲从小就教给他的 梁思礼的父亲是近代著名政治家 思想家梁启超 梁启超有五个儿子 三个成为了新中国的院士 除了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之外 还有他的两个哥哥 建筑学家梁思成 和考古学家梁思勇 虽然梁思礼对父亲的记忆 只停留在四岁多的时候 但是父亲的影响 却伴随了他整整一生 高中毕业后梁思礼赴美留学 尽管远在大阳彼岸 但饱受战乱满目创意的祖国 却让他实刻计划在心 当时那会儿就有一个 我叫工业救国的那么一个思想 希望通过回家来学习以后 回国办工业 使中国强大起来 1949年9月 新中国即将成立的消息 让所有海外游子新潮澎湃 已经获得博士学位的梁思礼 立即决定启程回国 在船上就听到我们新中国建立的消息 而且就听到我们的国旗是五星红旗 可是到底的五星怎么摆法 所以最后我们就自己发明 把最大的五星放在红旗的中央 然后在四个脚上 放在四个小的五星 就在我们想象中的五星红旗下 我们的金木中学 开了一个非常成功的一个祭奠会 遥遥返乡路 全全赤子心 几个年轻人用自己的方式 和祖国人民一起 简证着新中国成立 这一历史性的时刻 他们归心四肩 渴望着能尽快踏上那片 日思日想的故土 在码头上 我的老母亲亲自到那儿 迎接我们 白发苍苍横着热泪 用双手来迎接我们 正向我们的祖国母亲 也伸出三手 以为我们最好的游子 回家 1956年 国防部第五研究院在北京成立 梁思里被任命为导弹控制系统研究室副主任 是前学森院长手下的十个试主任之一 没有饲料 没有仪器设备 没有导弹食物 新中国的航天事业 就这样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了 很多事情都是被逼出来的 而且我们又敢去做 自力生生 是我们自己的智慧跟力量 搞我们自己的两弹一心 然而很快 愁愁满志的航天人 就遭受了意想不到的打击 看得清理所所的 导弹发射以后 摇摇晃晃的 被喝醉酒离 头来还冒着白烟 整个导弹落地 就是落在发射阵地前面 大概三百米地方 首次试飞惨淡收场 望着炸出来的大坑 很多人气不成声 梁思立却始终一言不发 我没有一个感觉的 好像说哎呀 不行了 得收汤了 从来没有过 在我想象里头的 我的感觉里头 就是应该做下去 必须做下去 做不下去 也要做下去 我经常连着一两眼 终于到夜来 才能睡觉什么的 那种东西 经常跟我们一块 现场的一块 分析问题 解决问题 那时候脑子被 就有一根筋 就要把我们的 火箭 一定要仔细念 把它送上天 两年后 中庆程导弹 在九泉发射场 连活真空 这标志着我国导弹事业 从此走上了 自主研制的道路 然而此刻 梁思立和同事们的目光 已投向未来 八年四代 最后一单位 和迟迟难以成功 法社前夕 已则公告 为何引发世界观众 军旅人生 正在为您多出 两次里 梦想与火箭起飞 洲际导弹 通常是指射程 大于八千公里的 远程弹道式导弹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 它成为各国 军事政治博弈当中 最有分量的筹码 一九六五年三月 中央军委决定 研制洲际导弹 刚刚完成 中进程导弹的 研制任务的科研人员 又转战到了 洲际导弹的 研制现场 洲际导弹的 精度要求非常高 而这就对火箭的 神经中枢 控制系统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控制系统的 主要负责人之一 梁思里 此时提出了一个 大胆的设想 他准备采用 当时刚刚闻事的 运算速度较高的 集成电路计算机 集成电路计算机 在当时只有美国 在迷你二上 用上 苏联那会儿 正好也在向我们来 准备研制 要搞 美国搞的迷你二 这个上了集成电路以后 也搞得它很狼狈 为了尽快解决 这一新技术难题 梁思里想出了 一个巧妙的方案 我们可以简化一下子 这个搬上计算机 一下子可以 需要很大一部分 这个集成电路 大三分之一以上 在梁思里等人的 共同努力下 洲际导弹的 十大技术难题 相继被突破 然而 到了总装测试阶段 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总装测试的时候 花了100天的时间 在那测试 各国家的问题都出来 然后到了发射场 发射场也用了100天 有两个100天 累了以后 便学 所以前五十天 是我搞的 后来我就倒下来了 住院 接着下边 王二志 就搞后边五十天 1971年9月10日 我国第一美洲际导弹 终于点火发射 导弹起飞正常 一二级暗时分离 只是导弹降落时 没有落在目标区域 但总体方案得到了考验 试验 基本成功 然而 接下来 研制者们 却遭受了 计二连三的打击 两次试射失败 试验计划搁置 从第一次试射 到最终确定 全程飞行试验 整整经过了近十年的时间 你干了很多事情 总要有曲折 有说成功 有说失败 有说什么话 可失败也没什么可怕 总之就是 我认为 失败 对一个人的成长 和对一个队伍的成长 可能比多次成功 还更有意义 1980年5月9日 一则授权新华社发布的公告 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 中华人民共和国 将于1980年5月12日 至6月10日 由中国本土 向太平奖 南韦西渡零分 中级172度 33分 北中级 半级70海里 圆形海域上 发射冤态火箭试验 70海里 及130公里的海域范围 这对研制团队 尤其是梁思理负责的控制系统 提出了极高的要求 我们宣布了 这个圈以后 所有的国家 澳大利亚 美国 乌鲁的一些国家 日本 通通通 船就围在这 全都在这 看你到底 你说能打进来 能不能打进来 所以压力很大 就是无论如何 怎么样也不能给 国家丢练 必须要打进去 上午实施阵 发射场 传来了连绵不绝的 轰鸣声 巨大的火箭 把地而起 直上云天 三十分钟后 导弹横跨南北半球 穿越六个时区 以雷霆万军之势 从听而讲 向着预定海域飞去 一打成以后 大家心情 大家能 用这个颜色 完全是自然的 爆发出来的 感到特别的 兴奋 就避海上 染上一些 潜绿色 飞机学艺 就在 离开的海面 很近的时候 就淋淋的波浪 碧海 翠绿 加上淋淋的波浪 这样的围景 如愿 磕到我脑子里 太美了 因为是 紧色的美 更主要是 我们打成了 梁四里 在兴奋的人群中 碰到了聂荣真元帅 两人激动的心情 一于言表 两双颤抖的手 紧紧握在了一起 这也是我跟聂老总 最近的一次接触 他主动地伸出我的手 这因为他本身就很高兴 中国四个现代化 靠买是买不来的 说在心里了 试验的成功 表示着我国拥有了第一代洲际导弹 凭借着对洲际导弹做出的巨大贡献 梁四里成为了1985年国家科学技术进步特等奖的获得者之一 1993年 他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 1994年 当选为国际宇航联合会副主席 虽然已是冒地之年 但梁四里还是会时常到办公室看一看 忙了大半辈子 现在倒有些显不住了 在19层的办公室 眺望楼下的车水马龙 看着这个日新月异 不断发展巨变的城市 遥想着几十年来和航天事业 一同走过的点滴 这是老人最享受的时刻 梁启超生前在给子女的一封信当中提到 自己的孩子没有一个从事科技方面的研究 这是他的一个遗憾 父亲去世时梁四里才不满五岁 而如今作为火箭控制系统专家的他 不仅圆了父亲的科技梦 更是和几代航天人一起 圆了中华民族千年飞天的梦想 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 预知更多最新军事动态 请访问屏幕提示网址登陆中国军事网 您也可以通过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中国军事网APP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带您认识一位搏击长空的英雄 尖机轰炸机飞豹的首席试飞员黄炳心 期待您的关注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再见 一次次的试飞 他经历了怎样的生死瞬间 在生命与使命之间 他又做了怎样的选择 军旅人生下期为您播出 黄炳心笑傲长空